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本节的知识点 那就是退免税的计算 这是一个挺重要的考点 重要并不在于说它在考试当中的出题的频率有多高 重要就在于它不好理解 所以很多同学学到出口的业务的时候 听完了以后不明白就放弃了 当然如果放弃了我撞一撞大约 我那个考试反正也不考放弃就放弃了 但是呢这个地方不是从来没有出过考点的 它是考过计算的 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出口业务的内容上 咱们包括有一些练习册上 都经常能看到它的计算性的问题 所以对这一部分我们想呢 还是要按照咱们的要求 这是一个作为一个重要考点 来给大家去讲一讲 好那这块呢 退税只涉及到出口业务 三个税收政策当中的一个 那就是第一个退免税政策 但是这个退税刚才说了 它有两种退税的方法呢 那这两种方法 它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刚才我给大家也介绍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两种方法 每一种都要分别介绍 每一种 那当然咱们就先说第一种 叫做免底退税 所以在这个学习免底退税方法的时候 那我想先要从它的什么呢 那就是这免底退税什么意思 先要说清楚 然后免底退税它是什么原理 否则的话 它上面好多的什么公式 那当然还有计算的例题 是吧 那这样的叫做从含义到原理 最后说到计算的思路 这是我们在学习当中 要给大家讲解的时候的一个思路 先梳理一下 好这样我们就先说一说 关于免底退税 它的这个基本含义 从字面上来讲 免实际上是出口不争 它确切的说 那就是用零税率 结果反正是没交嘛 那免底退的底 底是一个减的意思是吧 在一般计税方法下 那我们如果没有出口业务 就是国内业务 你底不是就是肖向减进向 那就是我们增值税在一般原理上 你的肖向和进向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我们支付的增值税 然后来抵减一下你收回的增值税 所以底实际上是一个减的意思 那在增值税的出口业务 涉及免底退理的底呢 也是这么个意思 那就是你把这个所有在国内 采购货物服务劳务 是吧 这些所购进项目的进向税 底顶一下 底顶一下谁呢 底顶一下你叫做内销 所收回来的销项 因为出口不是零税率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底顶的销项只是内销的 而退呢 就是当这个底顶的结果是有负数的时候 那为什么出现负数 因为你出口部分是收不回来销项的 是不是零税率了吗 所以你就会有一部分的出口货物 是在国内采购的时候支付的增值税 从销项里收不回来 那你先底一下从销项里收回来的 是吧 就是内销收回来的 还收不回来 还底不了的呢 那就是为了出口货物 而在国内采购所支付的 这部分呢 我们把未底顶完的 就是按规定的 是吧 按规定的退税率和退税依据来计算 给予退还 所以免底退 它实际上呢 是说明了在整个的出口退税计算过程当中的几个环节 好的 那这样的几个环节 可能有的同学听完了 似懂非懂 我现在呢 用一个图示来说一下他们的原理 生产企业 咱们知道 你是比较复杂的一个 是吧 这个生产过程 我们说这种实体经济 你先得要购置什么呀 有厂房啊 有设备啊 是吧 那这是你要购置的 然后你购置什么 原料 辅料 主料啊 你还要购置这个能源啊 动力啊 还要购置各种各样的服务 那好 它是有复杂的一个生产制造过程 有大量复杂的采购业务 那你采购的这些 有了增值税的进向税额 是吧 有了进向税额了 好 那这个进向税额 对应的呢 是我们今后要从提供的社会产品销售当中收回来的 不过这个产品呢 我们有可能能收回来 因为它是得国内销售 国内销售 那你的下一间是要交上增值税的 那我们从它那收回来 我们算销项了 是吧 而对应的进向呢 对应的进向那不是就是从收取的销项税额底吗 可是生产企业 我们现在出口的这个生产的货物啊 它不仅仅有内销了 它还有出口 那这样有内销有出口都混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就没法把出口的给它说单算 那有同学说 怎么不能单算 我会计上这个算的可清楚了 因为出口是吧 我们在会计上做收入 然后收外汇的 但是出口的这一部分呢 增值税里说了 它是零税率啊 那我也能算清楚 是吧 我也能够把出口的算得非常清晰的那个会计账 关键就是 你对于出口货物所对应的国内采购那一部分 应该退吧 出口货物国内采购的进向 这不应该退吧 问题是 你能不能把它准确的和你所有的当时在国内采购的进向区分开呢 换句话说 那就是我们的国内采购这个进向 它有一部分是服务于出口货物的 还有一部分呢 是服务于内销货物的 那就意味着 同时服务于出口货物和内销货物的 那个采购的进向税 你是很难把它单独摘出来的 比如说 机器设备 这批订单是出口的 那我还是拿这个设备生产 比如说厂房 那我出口的服装和 国内销售的服装都在这厂房里生产 所以这样的进向你很难单独的给它 把这个进向摘出来 哪个是为了出口货物的 哪个是为了国内货物的 出口那部分退 没出口的 那我们就抵 所以这种情况下 咱们也没有必要把它非底 给算得那么清楚 我们现在就来用免抵退 抵咱们算一下总账 怎么算总账呢 那就是你全部的进向税 是吧 甭管是为谁的 和谁去比呢 你能收回来的是不是只有这个 内销的销项 这样呢 咱们把全部的采购的进向税 支付的底顶内销 能收回来的销项税 那么这个差额 就有可能两种情况 一个是应纳税额大于零 因为咱们内销大呀 是吧 然后采购少啊 所以大于零 那就交税呗 那还有可能呢 就是小于零 因为咱们采购 有相当一部分是服务于了出口货物 所以出口货物 它是收不回来销项税的 那么造成了你进向税额 就有这个未抵扣完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要考虑 对这个未抵扣完的来实施 按税法规定的退税了 所以从原理上 那我们先要搞清楚 这个免抵退 它是一个整体的思路 不是针对出口 算出口的退税 国内算国内进向税额的抵扣 分不清楚 这样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本期的进向税 和你所有的本期能收回来的销项税 那就是内销的销项 先进行而抵抵 这样呢 根据这个结果 考虑是交税啊 还是退税 好 这样免抵退 就进入了下面所说的这个 基本的一个计算 这个计算呢 我先把思路跟大家说一下 一会儿我会要进行总结 这个思路就是一般纳税人嘛 一般计税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肯定是按月算的 是吧 当月应纳税额什么的啊 销项减进向吧 只不过这个销项呢 看好了 我这写了一个很小的 是内销的销项 因为只有内销能收回来 而当期进向呢 当期进向 你就按咱们前面第四节所讲的 准于抵扣啊 不于抵扣啊等等 不过在进向当中会出现 叫做当期不得免抵的进向 为什么呀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 在出口货物的时候 它的退税率 有可能是低于它的征税率的 所以存在了一个税率差 那对这一部分的税率差 那就意味着 我们假定出口的 在国内采购的时候 它负担的增值税 是有13%的 但是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 当它出口的时候 列入国家出口目录的 它是10%退税率的 那这样的就意味着 我们支付的13%里面 只能今后退出来10% 还有3%呢 那就是不能给退还了 那这一部分在国内采购的时候 我们所支付的13%的退税率 今后只能退回10%的 那3%不给退的 就要从进项税额里转出来 由咱们的成本来承担 所以这个叫做不得免底的 就是征税率和退税率的差 那税差我们知道了 税率差知道了 它的计算的时候的基数是什么呢 这个基数有没有印象 刚才提到过 生产企业在计算 这个退税额的时候 退税依据就是出口离岸价 所以这不是就出来了吗 出口的离岸价 FOB价格 所以这样的用离岸价 乘你税率差 好 这就是不得免底 那这不得免底的 再确切的说 这就是当时我买东西的时候 已经按13%支付的增值税 但是现在不给退这么多 那不给退的怎么办 我都已经花了钱了 不给退 那我们只能说 从迹象税额里面转出来 那迹象它不得免底了吗 所以转出来 转哪去呢 转到我们的生产成本 或者说 隔到我们的主营业务成本 这样呢 咱们在不得免底这 知道了 是吧 它只有存在 征税率和退税率不一致的情况下 才有这个不得免底 但是不得免底里面又出了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于 那就是当你计算 不得免底的时候 是吧 这不得免底啊 有的时候说起来比较麻烦 从进向税额里面 有一块不得免底的 所以就从进向税额里面 T出来一块 有的时候我们简称它就是T税 在你T的时候 它的基数是离岸价 对吧 但是离岸价 别忘了 它是不是有可能是用免税原料或者是保税原料生产呀 当然有可能啊 那这个免税的原料或者保税原料没交过税 所以在你计算T税额的时候 也要把这一部分没交过税的免税或者是保税的材料给它扣出来 因此这就又出来了一个叫做T税的不得免底 离减额 所以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举例子 你就把它给进行一下合并嘛 是吧 合并的结果就是离岸价减去免税的料的价格 是吧 然后乘以这个两个税率差 征税率和退税率的差额 前提条件是征税率和退税率不一致 然后有在出口货物生产过程当中用到了免税材料 才能用到它 如果这些都不具备 那我们就一般的税额计算方法 内销肖像减准于底扣进项 好 那这个结果出来了 免底退一下就底了 是吧 因为免嘛 你出口环节不算 所以咱们直接就进入底了 那直接进入底 底就是这个肖像减进项 它的结果呢 刚才说了两种情况 要是大于0 你就不要再往下考虑了 它肯定就是要交税了 那我们只有在小于0的情况下 才要往下考虑 这就是咱们说的 注意解析的第二个问题 只有在阴纳税额小于0的情况下 才会接着往下算 那就是叫做免就是底 底完了以后 阴纳税额小于0退了 当然也不是说 你阴纳税额小于0就是未底扣完的 是多少我都能退 要按照税法的规则规定 那就是先来算一个 叫做免底退税额 这个免底退税额 如果按税法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够进行出口退税的限额尺度 能够给你进行出口退税的最大额 那怎么算的呀 那不是前面我们说过 叫做退税的依据成退税率吗 退税的依据是谁呢 那就是刚才上一个知识点提到过 出口是生产企业出口 它就要用离岸价来做退税率 因为它的采购价格太多了 它采购的东西太多了 不太复杂了 所以用离岸价 那你要外贸企业 当然我们就用采购价 做退税的依据 所以咱们现在说生产企业呢 离岸价 离岸价乘退税率 是吧 这不就是基本的退税的思路吗 那这样的算出来的就是退税额 离岸价乘退税率 那这个想提注意的两个事项 一个事项 那就是这里面可能又会出现抵减额 为什么呀 就咱们下面算的这个抵减额 为什么呢 因为你离岸价这个退税依据里面 有可能有免税或者是保税的原材料 这部分没征过税 所以也就不可能给你做退税依据 那我们上一个知识点 讲退税依据的那个表格里面 是提到过这个问题的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原料 那我们就是出口价乘退税率 好 那我们还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在会计上 咱们把税法上计算的这个尺度 叫做退税额 是吧 它就直接的称为 会计的三级科目 出口退税 是吧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下面的出口退税 不过这个出口退税 你说它的叫法对不对呢 可以说是对的 因为它是按照退税的基本 这个计算公式出来的 退税依据成退税率 但是不是真的能给你 出口退税的时候 就按这么多退呢 不一定 那我们有了最高限额尺度 要和你未抵扣完的进行一下比较 所以比较的结果 那我们就把结论告诉大家吧 肯定是哪个小按哪个退 那尺度是吧 如果说我们算出来是100 但是你未抵扣完的 那未抵扣完的 假如说是80 是吧 那这是100 谁小按谁退 那我们就应该是按80来退 相当于你未抵扣完的只有80 那本期都给你退了 那假如说未抵扣完的是80 但是你算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叫做尺度才多少呢 才60 那这个时候80和60比就按60来退 嚼小者来退 那就意味着在你所有未抵扣完的增值税当中 我们认为呢 它是为出口货物而在国内采购的 但是不能都退 本期给你退60 剩下还有20呢 留抵下期继续抵扣 好 这样呢 咱们就知道了应退税额的确定 它是比较比出来的 那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 就是让你算算当期免抵税额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历年考试当中就从来没有让大家算过 那这呢 我想我们也从一个简单的这个理解出发 简单的理解出发 那就是当期免抵税额 就是到几个差额 这个差额在会计上对应着出口退税 它有一个 它是三级科目 这也是一个会计的三级科目 叫做出口抵减内销的应纳税额 好的 那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会在一会儿通过举例来给大家进行说明 好 那这个当期的免抵税额 在这先打个伏笔 它是今后要交承介税和教育费附加的 但是我们学到这儿的时候 已经有的同学说 晕了 因为这几个基本名词我们已经混了 你看一个叫做免抵退税额 是吧 一个叫做应退税额 一个叫做免抵税额 混了 那我们说这个免抵退税额 就是一个退税的衡量尺度 它就是用退税依据乘退税率 而我们的应退税额是你比出来的 都不用算 而我们的免抵税额呢 是倒计倒出来的 所以真正我们是需要算的 还是免抵退的底税额 就是本期的应纳税额 好 那这样呢 咱们把这个计算过程给大家 通过这个步骤总结来梳理一下 无非就是这么个步骤 首先 那就是把征税率和退税率不一致情况下的税差 进行一下进项税额转出 用出口离岸价格 然后乘以那个两个税率差 注意 这个出口离岸价格是 生产企业退税的 这个计算依据 是吧 那我们在 接下来要说到的 免抵退的底的时候 那就是 正常的应纳税额计算 内销的销项 减去进项 进项里面 如果出现有税率差的 把它从进项当中给它挖出来 那接下来 你的本月应纳税额 是吧 月末才进行这些工作呢 平时你的一个一个的采购业务 销售业务 销项进项 跟我们第四节讲的一样 该怎么算怎么算 这是到月底了 全月的 是吧 这个应纳税额 出来了 小于0 那这就是有为底扣完的 为底扣完的 我们就理解成 它是为了出口货物 而在国内采购的 它不能够从内销当中收回来 因为内销要交税 出口它不交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会出现 为出口货物采购 所支付的增值税 没有收回来 那不是就我们应该给退的吗 所以接下来 那就要算一个 叫做民意退税额 就是刚才算的那个叫 免底退税额 是吧 这个免底退税额 其实是一个 能够出口退税的最高限额 是吧 它也是用退税的依据 乘以退税率 征税的时候 你用征税的依据乘以征税率 退税的时候 就是退税的依据乘以退税率 注意退税的 跟它计算有关的依据 都是出口价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 应退税额的确定 那就比吧 谁想是谁 然后我们有可能还要算一算 免底税额 免底税额就是一个 挤兑的差额 这样呢 我们在计算当中 说简单也简单 这不就是一个公式 往里面去套一套吗 说不简单呢 那就是这些公式 你不能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很快就忘了 你要理解它的意思 好 这样呢 我们给大家来举两个例子 但是呢 都是非常简单的 这种业务 那主要是对这个公式的使用 来进行一下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例子 某自营出口的 这个生产企业 作为一般纳税人 它出口后 它的 在国内的税率呢 是采购的税率13% 退税率10% 这是存在了 税差了 那它肯定要有一个替税的过程 是吧 那这个是用出口价成两个税率差 好 那我们看看 它在一月份发生的业务是 有购进原料 那这是我们的国内采购啊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所著名的增值税 是400万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所著名的价款是400万 迹象税就是52万 另外 它还有上月 留底 没抵扣完呢 那本月的应纳税额计算当中 继续抵扣啊 所以免抵退的底里面 要体现它 而内销货物呢 那我们销售 不含税价是200万 总共收回来的是226万 所以内销的销项 是吧 那就可以出来了 内销的销项税额 就是咱们能收回来的增值税 就是26万嘛 是吧 你想啊 能收回来26万 你采购52万 这肯定应纳税额 不会大于零的 同时 它还有出口货物的 折合人民币400万 那么这400万 不用算销项 但是算退税的时候 是少不了它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按照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出口免抵退税的 那几个步骤 把我们这几个步骤 所对应的 来进行一下演练 好 这个计算过程 首先替税 替税什么意思啊 就是计算免抵退税 不得免抵税额 它是用出口价 乘两个税率差 那不就是13%和10%的差吗 结果是12万 那么接下来啊 就该是免抵退的 那个底了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第一步和第二步 合并一下 那就是用内销的销项 是吧 那不是26万吗 减去进项 进项呢 是你本月采购的 但是这里面有12万 是你今后退不了的 征税率和退税率有差的 所以把它做迹象转出 同时减去上期未抵扣完的 那个6万 这样呢 我们本期是吧 应纳税额是负的20 小于0要退了 退多少呢 算一下最高退税的限额尺度 也叫做出口退税额 出口退税额就是免抵退税 那个尺度不是肯定能退那么多 而最高只能退到这么多 好 那我们要用什么呢 退税的依据出口价 乘以退税率 退税率10% 所以结果是40 而这个40和谁去比较呢 和未抵扣完的去比 谁小按谁退 那当然是未抵扣完的肯定是绝对值了 那当然应退税额就是20万 那你未抵扣完的20万 是不是都给你进行了退税了 好 那最后我们要挤兑出来的 就是当期免抵税额 也就是我们在会计上叫的 内销抵减出口应退税额 是吧 所以这个抵出来的是20 那这20是怎么出来的 我们下面呢 是通过会计的分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 在日常核算当中 你有期出的是吧 未抵扣完的 会计上是应交税费增值税的 借方期出余额 有本期的这个 内销收回来的26万 有本期采购所支付的52万 好这都是平时的这个税务处理当中 一项一项的流转业务 不管是购买的还是销售的 你的一个合计 现在我们要进行出口这个退免税 它是按照我们征管要求 每个月要进行申报 是吧 每个月 那我们就要看看在月底的时候 刚才第一步 替税 就是把免底退税不得免底的 那个替出来的 做进向转出的 多少呢 用出口价乘两个税率差12万 这部分只能是在你销售当中 搁在你的成本里面来承担了 那因为这部分 是你买的时候已经花的钱 出口的时候不给退的 好这个结果 那我们就按照正常的应纳税额计算 是吧 数量上是应纳税额等于-20 而在会计账上呢 那就是借方的合计数是58 代方的合计数呢 是38 所以最后出来借方余额 那就是这20 为抵扣完的20万 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为出口货物 而在国内采购 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 那么这一部分呢 按说该给退啊 但是不一定能都退啊 所以要先算一个能够退的最高限额尺度 这个限额尺度啊 我们把它称之为免底退税额 也就是会计上的出口退税 这个出口退税不是真的能退那么多 而是我们的一个理论的退税额 是吧 最高限额 好 那算出来多少呢 用离岸价呈退税率是40万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下比较了 谁想退谁 现在肯定能够确定 要退的是这个20万 好的 那你在你的出口退税当中 有20万是实实在在能拿到的退税额了 那还有那20万呢 那20万呢 是你该交你不用交出口抵减了内销的销项税额 所以你该交你不用交的那20万怎么出来呢 我们用倒计的方式好理解 那就是应该最多能退40万 但实际上你未抵扣完的只有20万 你买的时候所支付的增值税 是吧 那从内销销项里没收回来的才有20万 那怎么可能给你退40万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退20 那你未抵扣完的本期是不是都给退了 所以不存在留底下期的 留底下期是0 那么留底的是0 那么我们倒计一下 借方它是20 代方是40 期末怎么就成了0了呢 因为这有一个叫做 出口抵减内销的应答税额是 叫免抵税额 所以这个免抵税额 我们可以用这种倒计的方式 这是从算的角度比较好理解 但是呢 从道理上来说 实际上就是应该退给你出口 这个退税最高限额是40万 那么这40万里面 你已经有20万 是在你内销该交的税额当中啊 抵掉了 叫出口抵减内销的应答税额吗 你该交的里面给你抵掉了 所以只能再退你20万 正因为你该交的 你该交 那你要该交增值税 是不是就该交附加税啊 所以这个20万 今后是要交 承介税和教育被附加的 那这20万 你实际上确实是没交 是吧 因为出口要给你退 但是这一部分呢 已经给你在退的时候不退了 给你在这个出口抵减内销的 应答税额里抵掉了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要交付加税费的 好 这样呢 我们从会计处理上 是和会计要求处理是一样的 是吧 你看 退20万 那就是其他营收款 营收出口退税 同时呢 这个 借营交税费出口抵减 内销产品 应答税额20 这两个加起来呢 是40 所以这个呢 是退的是吧 这个呢 是你本来应该交 但是呢 你没交 你从出口当中 已经给你抵掉的 所以加起来呢 整个的营退是40 实际退20 实际呢 那个没交的 给你抵掉了 是20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列举一个例子 它跟刚才那个呢 很多地方是相像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明显的不一样 那就是它采购当中所涉及到的本月 购进取得专用发票上是800万 那就意味着采购呢 是吧 可以说是更大了 进项税额呢 800万的13%是104万 比上一个例题的进项是更大的 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出口退税当中 未抵扣完的可能就会更多了 这时候怎么办 好 那一会儿来看 其他还有点不一样 就是上期流底的是10万 是吧 本期内销和本期出口和刚才那道题是一样的 所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步骤 往里面来套的话 首先就是征税率和退税率有差 那会存在着一个免底退税 不得免底的替税 替多少呢 用出口价格乘以两个税率差12万 因为我们出口价跟刚才那个提一样 退税率也是一样 所以最后替出来的也是一样12万 好 那接下来要免底退底了 就算当月的应纳税额嘛 内销因为和上一个提一样 所以收回来的销价也是26万 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它的迹象更大了 是吧 减去不欲抵扣剔出来的这12 再减去上期未抵扣完的10 所以应纳税额是负的76万 应纳税额小于0了 那在小于0的情况下 就意味着为出口货物 而在国内采购所支付的增值税 没有从咱们内销的销项税当中收回来 而且呢 没收回来的更多了 这个时候能不能退 依旧是要算 出口能退税额的最高限额尺度 叫免底退税额 用退税的依据 就是出口价嘛 乘以退税率 所以算出来的是最高退税40 跟刚才上面一道题一样 因为退税的时候 我们是出口价格是一样的 退税率是一样的 所以退税的最高限额也是40 但是你未抵扣完的呢 有76呢 所以他们俩去比的结果 谁小按谁退 那么这时候只能是退40了 那就意味着你未抵扣完的 76万当中 有多少呢 有40万是可以 本期给你退还的 有你本期采购的镜像过大 所以还有一部分没给你退的 你留抵下期继续抵扣 好那这样的话 你的免底税额 就倒计出来的是0 看一看我们的会计处理 跟刚才一样 应纳税额 小于0 是吧 76 那你的 要退税的 计算的限额尺度是多少呢 最高能退40 所以比较的结果 那就是退40 所以借其他应收款 应收出口退税款40万 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出口退税40万 好那你未抵扣完的 这个76万里面 有40万是给你退了 那还有36万呢 还有36万 就留抵下期继续抵扣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账上本身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所以呢 免底的税额 那就不需要再倒计了 免底税额是0 好的 那我们在这个处理上 从我们的思路来看 是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套公式的一个模式 不难 但是这个套公式的模式呢 是需要你对免底退税理解的基础上 才能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的 不过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考试中 可以这么说吧 那就是近十年里面都没有出过什么复杂题目 那出过的呢 就是很简单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问你的是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 当出口后 征税率13% 退税率9% 有税率差了 是吧 这个时候 它有采购的取得专用发票上著名的85万 这不是我们说的镜像吗 是吧 然后又告诉你取得了内销的 不含税的销售额 是吧 这不是算销项的吗 还有呢 就是出口折合人民币200万 出口 它是退税的时候要计算的时候用到的 它是不用计算税额的 是计算退税额的 还有上期未抵扣完的10万 那关键是 他问的是什么 很简单 问的你就是 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的 实际上 不得免征和抵扣的是谁啊 就是那个T税额呀 那怎么算呀 那就是用出口的离岸价 乘以两个税率差 两个税率差是4% 那么离岸价 就是出口价200万 乘以4% 所以直接就可以算出来了 8万元 假如说 你想自己在练练手 那你就可以把我们刚才 在这个步骤里所提到的其他问题 比如说抵税呀 比如说算免抵退税额那个尺度啊 比如说算应退税额是多少 算这个免抵税额是多少 那几个项目 你自己可以算一算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难易程度要求 好的 那在出口这个免抵退税的使用上 如果说原来的要求就已经很低了 那我们后面的这个内容呢 就可以所一般了解了 因为后面的内容就更不太可能考到了 后面说的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在教材上毕竟有这块 所以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下 那就是出口货物你要是耗用了免税购进的原料 那这样的原料 它有可能是本来就这个国内没交过税的 也可能是从国外来的料 但是它实行了保税 在这个保税区里面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出口时 把这一部分料件 它所这个占用的价值 从出口连岸价里面扣除 怎么扣除呢 这提到了一个十号法扣除 所以做一般的了解就行了 这个十号法扣除的意思 那就是把进料加工出口货物的 人民币离岸价 人民币离岸价 然后呢 乘以一个叫进料加工的计划分配率 是吧 好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从来没有考过的 所以只是我们想把这个中间的道理 给大家简单做个解释 这个解释呢 我们还是用刚才所说的步骤来说 一就是基本的五步 在这五步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两个步骤 一个呢 就是当你计算免底退税 不得免底税额 替税 和你计算出口退税最高限额尺度 叫做免底退税额的时候 我们依据的是什么 都是叫做出口退税生产企业的 退税依据 离岸价 而这个离岸价格里面呢 它都有了叫免税进口料件 是吧 它没交过税 凭什么给它退税啊 所以就要从这个离岸价里 扣除免税进口料件的成本 所以这个意思 我们清楚了 那就是如果遇到有免税进口料件的情况下 咱们既要考虑 把出口价当中的没交过税的扣除 同时要有征税率和退税率差额的时候 也要把税差来进行调整 所以这样的问题跟刚才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思路要清楚呢 那就是在什么步骤上要多一个处理 好 那我们下面再举个例子 跟刚才也差不多 它也是出口货物的征税率退税率不一致 另外呢 它也有国内的这个采购的原料 那它的专用发票上著名的增值税是 是吧 52万 哎 这刚才已经是提到过了 另外 不一样的是 它有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 是200万 这部分是没争过税了 还有上期留底的税额是12万 本月继续处理 另外呢 它就是有国内内销200万 所以收回来的销项是26万 关键呢是有出口的和人民币400万 而这400万里面呢 有200万的是免税料件 所以我们再计算这个免底退税额的时候 你看步骤当中多了什么呢 那就是在你替税的时候 既要考虑税率差 也要在替税的依据是出口离岸价里面 扣除那个免税料件 所以计税依据叫退税依据和退税率 两个地方都要体现出来 所以这个 替出来的就是6万了 其他的步骤呢 那还是这个思误啊 计算当月应纳税额内销的销项减进项 是吧 进项里面呢 咱们要把不得免底的做进项转出 替出来 那减去上期未底扣完的 结果是-32小于0 好 那这个小于0的情况 我们就有下面的说法了 那就是要算一个最高的出口退税的限额尺度 叫做免底退税额 由于他的计算是以出口离岸价乘退税率 那这个离岸价里面包含了没交过税的材料价值 他不能退税 所以把它替出去 这样呢 我们算出来 能退的最高限额尺度是20万 那我们把这个未底扣完的和能退的最高一比 那谁想按谁退 所以应退20万 那这个时候 咱们的未底扣完的32万里面呢 有20万本期给退了 那剩下的12万没给退的留底下期 所以倒挤出来免底税额是0 好 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免底退税计算当中的生产企业出口货物 那如果要涉及到免底退税的适用范围 是不是还有叫跨境的零税率的这个服务啊 所以这样的内容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方法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在这会更简单一些 举个例子 包括国际运输公司 一般纳税人 那零税率的跨境服务 它肯定是免底退的方法嘛 好 告诉您呢 它的业务是 承接了两个国际运输服务 取得确认的收入 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呀 它的退税的依据 因为我们刚才上一个知识典里讲退税依据 国际运输 那它是按实际取得的运输收入作为 退税的依据 那然后再乘以退税率 服务它的退税率基本上就是征税率 所以这样呢 我们要是退税的话 就是120万乘9% 同时告诉你 在这个企业申报的时候 已经算出来了当期 这个未抵扣完的留底税额是30万 那等于是应纳税额小于0 未抵扣完的就是-30嘛 所以这个题目让你计算应退税额的时候 很简单了 那就是把你这个尺度 和未抵扣完的这个绝对值去比 谁想按谁退 所以我们比出来尺度 最高能退10.8万 那我们说应退税额就是10.8 未抵扣完的 在30万里面 还有19.2万未抵扣完的 留底下期继续抵扣 好 这就是我们涉及到 关于免抵退税 它的思路 以及它的计算步骤 以及它的举例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出口退免税政策里面 计算退税的第二种方法叫做免退税 它的适用范围呢 主要是外贸企业 外贸企业这个出口的货物 它买来 它是负担了支付了增值税了 那对于出口的时候 这一部分的增值税呢 按退税率给它退 所以这样的叫免退税的 就很好理解了 两个环节 一个是出口环节的这个不征了 是吧 叫免实际上是零税率 另外一个就是出口之前的 你拿采购的时候的 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的金额 成退税率 那如果说征税率和退税率有差 那依旧把这部分差 进入外贸企业的这个成本 好 那我们在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这个某进出口公司 它进的是牛仔部 然后委托加工程服装 那他本身是买的牛仔部 部呢肯定他负担了这个增值税了 那是多少呢 在退税率假定13%的情况下 他买牛仔部的这个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也有了 所以就是他们俩的成绩 同时他买这个牛仔部 他又不是要出口部的 他是要把牛仔部做成服装出口 而这个服装要加工 不是他自己外贸企业就能加工的 所以他要找加工单位 然后支付给人家这个加工费 同时付增值税 因此付了多少增值税呢 这个劳务的本身征税就13% 退税也是13% 只有这个过务的 它的退税率跟征税率就不一致了 那么这样咱们购尽的是吧 专用发票上的金额乘以退税率 所以外贸企业这个免 然后退 这两个环节就很好理解了 出口不争 然后退国内采购的时候呢 好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在我们的考试题目当中 也是出现过的 不过考到外贸企业退税 大家会发现免退税 这个政策本身就是很简单的 所以它的应用也很简单 比如说有这么一家进出口公司 它可能有进口业务在国内销售 它同时呢 也有在国内采购的业务 你看它采购了一批服装 是吧 然后呢 告诉你是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这个退税的凭证已经有了 上面所著名的这个价款 是吧 有80万 然后税款呢 是10.4万 当月将该批服装全部的出口 同时又告诉你呢 有出口的价格了 所以这儿有一个很容易出错的 那就是到底我按出口价格 来计算退税额还是按照采购价格 那我们说外贸企业是按照采购价格 确切的说当征税率退税率一致的时候 就是你负担的买的时候的增值税 那只有生产企业免底退税的时候 才是用出口价格来计算那个应退税额 好那关于这个外贸企业 它的这个退税计算当中除了货物 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了 如果它是有委托加工的这个增值税的劳务 它一样也是有劳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以用那个上面著名的金额 关键是呢要乘以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所以这样的问题 我们实际上刚才也举过例子了 注意要用货物的退税率 好的那在整个的这个增值税的免退税政策里面 还有这样的情况了解一下 那就是融资租赁出口货物 那这样的出口货物照样也是用你购进融资租赁 出口货物专用发票上所著名的金额 或者这个融资租赁的出口货物本身 它就是进口的 那就是海关专用桥款书上的那个完税价格 然后乘以货物的退税率 所以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举例子也很简单 那就是告诉你这个融资租赁货物进来的时候 那个发票上专用发票上的价格了 然后再乘以它的退税率 就是它的应退税额 好 这是一个一般了解 所以在这个知识点当中 我们实际上讲到的就是 出口退免税当中 这个政策当中的两个方法 两个退税的方法 一个叫免底退税方法 一个叫做免退税方法 那么我们既要清楚 这两种方法它的适用范围 也要清楚这两种方法它的操作应用 好 这就是我们本知识点的 需要讲解的内容 给我讨论一下 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